我們之前那個練習題 因為我們之前那個練習題是開放資料裡面的csv 但是呢開放資料裡面最大宗的不外是csv 另外一個json 那這個json檔很奇妙 keyValue 剛好我們python裡面有個dictionary 可以存放這些資料另外呢 像我剛剛提過的filebase 裡面也是keyValue 所以呢如果以後你下載一個json檔 直接要丟到filebase其實非常簡單 因為他兩邊是剛好match的 只是你兩邊要怎麼去match他 好這個很重要 json 那以後的話呢 很多的資料庫都走所謂的noSQL noSQL的話就是 他不是用SQL語法 而且結構也不是SQL的架構 那裡面是什麼架構 就是json的架構 keyValue keyValue 所以以後的話 你可能要學會新的資料庫 可能還是要先學會 什麼叫json檔 就是key 裡面的Value key其實簡單講起來 就是他欄位名稱 Value這裡面放什麼 就這樣嘛 keyValue 欄位 放什麼 欄位放什麼 我覺得他有個缺點 欄位名稱不斷重複 好像 反而會比較浪費 儲存空間 有這種 感覺啦 不過 基本上因為這已經成熟技術了 應該也不太可能再改變什麼 OK 所以呢我們在這邊有一個範例 開放資料 台北市的公園景點 那這個連結你可以點進來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公園景點 那一樣 裡面的話可以預覽 也可以下載 不過我剛剛看了一下預覽 好像有點問題 但下載應該沒問題 下載的話我前面講過 如果說我要把什麼 把這個資料的 資料下載 那你可以直接點左鍵 但是呢如果你要把什麼 把這個資料的連結找出來 記得喔 一定要按右鍵 這個可能 這也是之前同學 最容易出錯的 左鍵 按左鍵 是下載他 有沒有發現你點下去 他自動把Json下載下來了 那你如果點 右鍵 右鍵做什麼呢 我要知道說 這一個 連結在哪裡的話 那你可以點選這個 複製連結網址 這樣的話你就可以知道了 你不是把它下載 你是找到他那個連結放哪裡 那我們把那個連結做什麼呢 就在 放在我的 Python 的程式裡面 用那個Request 之前講過Request裡面 再把它給 可以下載下來到Python 那我下載下來之後呢 我其實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做後續的應用 包含就是說 也許我先顯示出來 看要不OK 第二個呢 也許我可以再希望 再把它丟到資料庫裡面 那這個練習跟 之前上一個練習 類似 差別之說呢 原來是CSV 那這邊是Jackson而已 所以 有點像 複習的味道 其實差不多東西 那 我們來試一下 第一個 點這邊 記得按右鍵 複製連結了 第二個的話呢 我就把它怎麼樣 其實你可以拿之前那個 我們的那個什麼 之前的 那個練習題 我們 好像是下載什麼 我們之前是下載那個 哪一個 哪一個 下載這個 這個 這個 台北的 這個停車資訊這個 有沒有 那其實我們可以拿這個程式來改 裡面基本上 大部分的東西都差不多 只是說因為它是CSV 所以我是用Sprits 切割它後面的東西 先切 第一 第一行 然後在裡面再切割 那可是Jackson的規則不一樣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我demo一下 這邊該怎麼做 基本上在底下 往下 Jackson 那我希望看到的結果長得像這樣子 公園景點 把它下載 簡介 開放 假設我不要全部欄位 我只要裡面的三個欄位就好了 那不過在講這個結果的 同時你們也可以順便觀察一下 到底這個Jackson檔裡面長什麼樣子 你可以什麼 把它下載之後 再去開啟它 那你會發現 它的架構一定是 這個檔 點Jackson 副檔明一定是按右鍵 那我的習慣是用什麼 Nordepad++ 你把它打開來 如果你電腦沒有裝那個Nordepad++ 你再把它裝起來 按右鍵 它就會顯示出來 不過它會每次都會顯示 要不要下載新版 把它否好了 那你會發現 我們把它檢視裡面 因為它不會換行 這邊有個什麼 自動斷行 不然它會一直 跑到右邊去 那你變成一直要拉拉拉 自動斷行 它會幫我自動折行一下 檢視裡面 自動斷行 好 那你可以發現 它的結構一定是 最前面一定是 中瓜湖 對不對 然後呢 最結束的地方 一定會有個結束的中瓜湖 這個就是它的Jackson的結構 然後再來的話 裡面一筆資料 一定是大瓜湖 一直到哪裡呢 下一個大瓜湖的結束 所以這個就是 它一筆資料 OK 也就是說裡面有幾個欄位呢 Parkname 它的欄位名稱 冒號 它裡面放什麼東西 第一個欄位 第二個欄位 Name 它名稱叫 吉功浩義盃 浩義坊 然後什麼什麼時候建造的 BU 不過它沒有它不知道 Open 開放時間 那如果說我今天 我不要這麼多 欄位 假設我今天只希望 把其中的幾個欄位 我看一下我這邊範例 裡面是把 景點 的 名稱 它的 公園名稱跟名稱 還有簡介跟開放 假設了1234個欄位 的資料抓出來的話 那我該怎麼做呢 第一個請各位等一下先觀察一下 這個Jackson檔 第二的話呢 我們先demo給各位看 這個是最後寫完的 其實程式也不多啦 反正就是 import一個request 利用request裡面的get方法 去把我們剛剛的那個 右鍵 複製之後的 網址放進來 資料抓下來之後的話 然後呢 把它裡面的json 用這個方法 叫evo evo意思就是說 怎麼樣 幫我把 裡面的文字 文字 轉換為json 所以evo這個很重要 evo主要是什麼 把文字 轉換成 一個json的 物件 然後呢 再把這個物件裡面呢 分別抓出我要的欄位 再把它輸出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我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他會一個一個抓 你會發現 全部抓下來了 那我只有抓其中的四個欄位 公園景點 第一個 它是228公園裡面的這個名稱 簡介 開放時間 然後換行 換下一個 有沒有 所以很快的就全部抓出來 那 並不會 城市沒有非常複雜 請各位第一個啦 先稍微 看一下這個 網站然後裡面的結果 待會的話我們細部再來看 城市如何撰寫 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這個抓了下來之後呢 再來思考說 要怎麼把資料 再丟到資料庫 丟到sqlite裡面 大概 這個範例大概就這樣 所以這個範例的重點就是 1 如何抓json檔 抓到哪裡 抓到python裡面的 這個json物件 2 把它解析輸出 第三個呢 我們就什麼 再把它解析輸出完的東西 本來是顯示在畫面 那我希望呢 把它丟到哪裡 丟到資料庫 sqlite裡面 那今天這個範例大概就完成了 OK 所以請各位 練習一下 這個我想 使用度蠻高的 因為 現在越來越多 不論是 那個什麼 政府機關 或者私人機構 慢慢都會有一個資料的接口 就是我 你想知道一些訊息 沒關係 我放一個開放資料在那裡 我也不公 我也不 特別說明反正你就自己去抓那邊的資料就好了 像什麼單位像什麼台鐵 台鐵他每個很多App都會抓他的資料 他乾脆就是弄個開放資料給你嘛 反正我更新完你自己去抓你下面顯示出來時刻表 因為那個火車時刻表A回一堆啦 但是都不是台鐵寫的 但是為什麼可以 因為台鐵有開放資料 好那可以什麼 你去接他的東西就好了 高鐵也是一樣 其實任何的 公司行號 未來也可以這樣 比如說我要 開放什麼 我的 報價單 那我報價單有些是公開的 那我乾脆就把報價單隨時 放網路上你們自己去抓就好了 開放資料嘛 你就不用再問我了 不然每次會需要有一專人在那邊 隨時Standby 然後還要告訴你 或者跨部門 部門跟部門之間交換資料也是一樣 我也不用告訴你 反正我就跟你講說那個資料在那裡 他是一個決勝檔 你自己去解析就好 這樣比較簡單的 我就把它放在網路上嗎 或者放雲端上 你需要你自己去去把它抓下來 解析 自己要怎麼用 你要放在手機裡面或放在電腦裡或放VBA裡 隨便 反正我就一個資料在那裡 OK 這樣就完 就簡單了 所以以後 當然這從這裡的概念裡面可以知道說 也許你們未來 如果說別人每天跟你要資料 你乾脆給他一個開放資料 公佈就好了 所以你其實你也可以 假設你將來要 發佈一個 開放資料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用Google的雲端一點 他有個發佈成CSV 但他沒有一個發佈成Json 如果有一個發佈成Json檔的話 那會更好 對 目前好像看Filebase好像他有匯出功能 但是他以後 會不會能夠把一個 他的資料庫也發佈成一個Json 如果有這個功能的話 那以後 就簡單的 以後你的資料就把它 直接丟到Filebase 那以後人家要抓的話就直接到你的Filebase的那個分享連結 抓下來 也是一個Json 不過可能延續性的問題 你可能也要懂得去 怎麼把 你接收到的那個Json檔 再去做解析 抓到你要的資料欄位 放在你要放的位置 這個怎麼樣去做啦 這等一下我們在細部的再來看 然後我把它看起來 要保存的 然後我 皇帝 你